不要踩出去 巨大圆形湖周围走坐晶圆场环绕 台积电先进制成大本营南科18厂 光占地就高达100公顷超级大 而如今最新传出台积电又悄悄出手 南科再圈地30公顷 破天荒药打造先进封装专区 这回主角不只以先进封装供应链为主 台积电21号更首度在南科召开 南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园区发展计划说明会 号召包括万论、红素、军豪、天宏等 COVAS重要设备厂参加 一旦计划成行 不只将会是全球首个紧密完整的先进封装聚落 台积电全球霸主地位也将更稳固 目前南科管理局还没有接受到任何这方面的讯息 或是土地承租的申请 非常的乐观集成 我想后续因应台积电的需求 这些供应链会越来越多群聚在我们南台湾 毕竟AI大浪之下 台积电先进封装供不应求 除了原本的既有厂区 今年规划新建厂的嘉义和改建群创南科厂 多数都在南部 新聚落未来将可全力支援 并和先进制成更加相辅相成 的确在一些所谓的生态系统或是在工厂这个部分 要怎么去做更好的一些整合 如果它能够有这样一个聚落去做处理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加分的效果在 台积电持续壮大 也助攻南科六大园区营业额猛爆市成长 不止今年有望突破两兆 比四年前的一兆元呈现跳跃式翻倍 2026年更预估直接上看三兆 跃居国内的科学园区龙头 东森采定新闻张某翔 叶子晶台北报导